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这里呢讲的是第16题,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第16题在这里面总共只有4句话 我们从第一句话开始看,有哪一句话呢应该作为首句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 最终这位科学家说这种方法呢可以使 设计和建造新建筑成为可能 而这在传统的建筑方法中呢是不可行的 我们在这里呢,它一句子一上来就有一个最终 我们就知道这一句话呢肯定不是作为首句的 在这里面打个X,很有可能呢是作为第4句话 我们在这里面先标个4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科学家呢说这种方式 这一个指代,又一个指代 所以呢它肯定不是第一句话了 这种方式可以怎么样子呢 可以让我们的新,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和建筑成为可能 并且呢在传统的建筑中呢是不可行的 好了这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和关键的一个核心点 然后再让我们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呢一开始就说肾值 even,肾值更递进一步的一个作用 内部的结构也是可以被改变的 内部结构是可以改变的 可能之前呢说的就是外部的或者说其他的什么东西 不同的内部结构呢可以用新的方式进行修改 随着工艺的进行呢也可以加入不同的材料 这个呢是这句话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句话呢一开始有个even表示递进 所以这句话呢也不是首句 我们再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说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可以3D打印整个建筑基本结构的系统 这句话呢相对独立 看起来有可能是第一句话 我们打一个对勾 这句话的核心点呢那就是研发出了一种系统 这个系统呢可以3D打印出建筑的整个基本结构 好了我们再看下一句有哪一个跟这句话有可能是连着的呢 我们来看 最后一句话讲到了说与传统的施工方法相比 这种系统建造的结构呢可以更快的生产出来 并且呢成本更低 所以说这里呢一开始就有一个structure 和this system 这个structure呢对应的是basic structure 而this with this system呢其实说是develop a system 所以说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第一句话 这个是第二句话 第四句话我们已经找到了 所以第三句话呢就是这句话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这个顺序再捋一遍 第一句 第二句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本文是讲了我们的研究人员呢开发出一种系统 这个系统呢可以将建筑的整个基本结构呢打印出来用3D打印出来 并且呢这个基本结构这个结构呢可以更快的被生产 在这个系统下呢可以被更快的生产出来 而且呢以更廉价的方式与传统工艺相比 甚至以为内部的结构呢也是可以被修改的 不同的材料呢在建造的过程中呢也是可以被加进去的 最终 我们的科学家说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怎么样子呢 可以使设计和建造新建筑成为可能 而这在传统的建筑方法中呢是不可行的 以上呢就是这篇的一个顺序 好了谢谢大家